來我請教靖妍 因為傅昆琦 總召力可能不太好評論 我們來評論徐欣穎好不好 徐欣穎 你如果說你要自證說 你們這是一步進步的法案 你怎麼會去拿那個最 最沒有講人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說他們的人大也有調查權 這個你會不會看完 你今天看到這個 你有沒有下巴都掉了 我是沒有下巴掉 但我是三條線 眼鏡也碎了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比喻 講真的 你說你要在那邊自證說 這個國會調查權很重要 那舉例大家都知道 過去我們有講 你說法國跟我們體制 相對起來比較相近 或者你要講說美國好了 反正你要講說日本等等 英國這些 主要世界上 大家認為是這個民主國家 而且民主制度是實行幼年的國家 那你怎麼會拿中共的憲法出來講 第一個 他們的這個形式上的這個憲法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只是形式上 然後你說他們好像還有什麼權力分離 有最高法院 然後還有這個最高檢察院 然後這個人大 那他們的人大是可以質詢這個總理的嗎 是可以質詢國務院 實際上大家都心智肚明 就是不行 他們連投票都是假的 那你拿這個是 沒事還會被架出去 那這個是眾所皆知的 那你拿這個出來比喻 我講這個 這個就是講真的 是火上加油好不好 這個真的只是在為為這個 大家在攻擊我們去添柴火而已 所以當然我必須要講 徐欣寧這樣子比喻是非常的不恰當 而且是不正確 那你要講 你有很多說法可以講 包含前陣子 我們在替這個國會改革無法辯護的時候 我們也會舉很多國外的這些例子 或者說過去 無論是這個在野黨等等 或者是執政黨 也有很多立委有提過說 要無論是描述國會罪 然後調查權等等 這些全部都有提過 你可以舉這樣的例子 可是舉這個例子 我不知道 他可能是覺得說怕今天政論節目沒有題材 然後故意要給人家拿出來來做 他還是說他想要跟翁曉玲拼聲量 跟徐曉星拼聲量 跟王洪威拼聲量 對本來那個前陣子 大家在討論那個罷免 我們昨天那個郭國委員在我們這邊講說 他覺得翁曉玲就是大寶嘛 所以現在又出現二寶 是不是想要搶二寶的位置 不能被別人奪走 他可能在講說之前大家在講說 前陣子他的聲量比較低 仇恨值比較沒那麼高 是不是想說要來拼一下 不是嘛 在這個時間點 你講這樣子的話 我想真的只是讓接下來我們要面對 比如說禮拜五 禮拜五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反而是會更把群眾給逼出來 給寄出來 那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禮拜五這樣子的動員 我講真的 其實我認為有一點誤判 就是說其實本來應該在 你要做的話應該早在 這個國會改革誤法 還在立法院的時候就要做 或者是你應該多花一些時間說 現在是提了副議案 副議案我講坦白的 我認為應該通過的機率是很低 尤其是要記名投票 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還特別動員了這個群眾到現場去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時間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因為你們在裡面屬人頭的話 那個其實也不是民進黨動員的 但是青鳥他們其實是有希望說 我用民意讓你感受到那個氛圍壓力 你知道民意你們已經不得民心了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改變 你裡面你國民動你數人頭你就贏啊 你幹嘛要找人來 所以場外場外這樣子做很正常 就是說好 你說這個在場內的這個結果 大概大家會知道說結果是怎麼樣 那場外是希望說去推翻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現在反過來就是說 一般我們來說動員就是選舉要來造勢 或者是要這個或者是要去反對別人 那所以說第一看起來我們是要造勢嗎 看起來是我們裡面如果好好的投票的話 應該是會過的沒有錯 那再來你說這個要去反對別人 那會不會這樣子更激起衝突 尤其是確實以藍營的選民來說 我認為啦 這個比較相對起來比較不擅長上街頭 那你說包含說我們有看到一些什麼 退伍退伍軍人等等這些 相對起來很動員 到了現場會不會有可能去引發 進一波的衝突 甚至是其他的誤會 我擔心的是這一點 來因為有關於徐欣穎的這一段尋答 然後在網路上有網友的討論是這樣 共產制度的人民大會是最高組織啊 所有的東西都是人民大會說的算 他們憲法這樣寫很正常的啊 那日本的憲法又天皇啊 我們要不要在台灣演那麼一個天皇呢 那這邊還有網友講說 他們就是極權統治嘛 所以你們也認同的就是極權統治這一套嘛 國民黨立委是不是這麼喜歡 極權統治的國家的憲法呢 笑死人剛剛晃哥有講 中國憲法第35條 他們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 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這你有信喔 金帽根本沒有辦法實現嘛 而且我覺得最好笑 網友就頒出一個這個 用很多的這個各種的評比 告訴你為什麼我們要跟中國的這個憲法 這邊是那個自由之家 他的自由程度的評比 那他的分數是100分當中 我們台灣得到94分 中國得幾分 100分當中9分 我們說不及格是60 他得9分是什麼意思 9分就是低到一個爆炸 而且呢 他的那個政治權力 評分40分當中 我覺得超厲害的 負2分 倒扣 你連零都沒有 你還負2分 然後呢 我們進一步來看 因為其實 國民黨常常會講一件事 就是說民進黨 你們就是養了很多1450 可是目前呢 法律判下來 我們知道的這個側翼網軍 是什麼人 臨杯好遊對不對 跟國民黨黨工許哲兵 他們自導自演了一出 雞蛋的這個大戲碼 那今天有一個新聞 比較特殊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 盤根錯節的關係 追追追溯源之後才發現 原來呢 這個這一篇文章 跟國民黨的這個立委候選 是有關係的 這個人什麼人 他是 新北議長蔣根黃的校生 叫蔣新章 那川哥我要請教 我們先看這個脈絡圖是這樣 有一個姓蕭的網軍 然後呢 他是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就影射 那他影射說某個 他沒有講是誰 他影射某個委員 有律師背景 在新北市 然後對一個什麼 實習生有毛手毛腳 這些情節 然後吳秉睿想說 我新北市的選區 沒有人是 只有他當過法官 因為如果說律師背景的話 蘇喬會是 可是他是女生 所以不算嘛 逗一逗 畢竟他是董蘇林 他就是很莫名其妙 非常冤枉 那去告了之後呢 找到寫的文章的人是誰 就是這個消息網軍 然後原來啊 往回推 還有一個行銷公司的負責人 在往上追 還有一個是 在選舉的幕僚 回推要有什麼人 蔣新章團隊 他就是蔣跟黃的兒子 這件事情不得了在哪邊呢 這種案子啊 蔣新章100萬元交保 這個走立幕僚 30萬元交保 這個人現在收押 進見耶 那川哥怎麼看這個事情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去年的12月 已經經過半年 前幾天才發動搜索 因為就是這個檢方去查查查查的說 哎呦 現在非常明確了 這件事叫蔣新章有關係 跟他的競選團隊有關係 跟他的這一個公關公司有關係 就從這邊追回去 因為當時回到選舉 12月回到選舉 那個選舉 他怎麼讓人彈這個東西出來 對董事人來說 去抹黑 去影射的人 他要出來怎麼說 如果說完一個頂章去 或是說完一個用字不當 或是說一個標準 那個標準大家覺得說 你改成的怪怪 你為什麼不出來證明 你為什麼不出來告 那對整個 出來不出來都有問題 因為很多大家就會揣測 或是說選舉攻擊就會特別 你說你出來說 你們母子怎麼出來 你看他母子不出來 你看看 那整個選舉到最緊繃 那時候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整個很緊繃 這個半年現在查出來 這個阿智教蔣新章 他教蔣新章沒有關係 他不會去用一百萬交報 那你透過這一種網軍 來玩這種選舉 實在是很沒得到 國民黨不是怕這條而已 剛剛講到這個林北侯友 林北侯友就是說 他去監督農業部 說什麼技能什麼的事情 他自己說什麼 他說他去用鏘子 大家記得嗎 說他什麼 他們母子 他們兒子 都去用鏘子 所以他快跑了 他什麼 他什麼快出國去 對 他發言說 他叫許澤濱 許澤濱就是張家俊選舉的發言人 既然有什麼大家 輸信往來 E-mail什麼往來 說這就是一條製導致言 所以現在 現在去的兩三個都去用鏘子 欸 這個林北侯友 要走進井 他還走到黃國昌那 去黃國昌那扣 要扣的時候 眼鏡又沒有放下來 他是這樣扣的 我拿在衛星座扣這樣扣眼鏡 你怎麼太閃 現在這個國昌就說 不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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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整齣都扣了 這也國民黨的 再來另外一個 我們台南市立委選舉 賴會員 另外一個選舉 國政會 國政會要策算 民進黨自己在策算 林宇倫說 林宇倫說 許巧欣人人留言 網路溫度計 當然是用的 說拿一些資料 叫許巧欣開記者會 要來賣這個 賣這個國政會 賣賴會員 說言論文有問題 民進黨在策算 叫你許巧欣什麼管理 他就介入民進黨的黨內出選 把黨的來介入民進黨的黨內出選 試圖影響民進黨 在這一區的提名 這也國民黨的 劉彥宇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已經是台中市的官員 現在台中市的政風在查 好 台中市的政風又越出色 人家減肌 張減肌 今天隨便說說 沒有委婉行政中立 這麼快喔 沒有委婉行政中立 一個政務官 一個政務官 在做研考會主委 介入他黨的黨內出選 台中市的政風處 說這個沒有委婉行政中立 沒辦法人很多說政風處就是把風處 這個東西 我剛才說的這三個 對這個台南市立 國民進黨立委的策算 國民黨介入 農業部的這個什麼 林北好友 許澤濱 這也國民黨的 到這兩天立委選舉 蔣新張叫吳秉座在選的時候 蔣新張跟發這個 發這個影射啦 什麼什麼東西 嚇到基督 才會在那裡應用吳秉座的選情 這三個都叫國民黨有關的 國民黨怕會讓公民進黨什麼1450 我是不知道你這領多少 這可能不及1450 國民黨從來不為這個事情 出來解釋清楚 現在要說什麼網路側翼 大家看起來就知道 現在有去抓到 去抓到 非常明確 台北文都是國民黨